7月22日,星期三,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 公读圣药忘福音 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幻黑的时候 玛利亚玛特勒纳来到墳墓那里 看见石头已从墓门移开了 于是,他跑去见西门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 对他们说,有人从墳墓中把主搬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了 他们便跑往墳墓那里去 门徒从墳墓回家去了 玛利亚卡站在墳墓外边痛哭 他痛哭的时候,就苦身向墳墓里面窥看 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围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 那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 他回答说,有人把我储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了 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 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 他以为是圆丁,就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 我去取回他来 耶稣对他说,玛利亚 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勒布里,就是说,师父 耶稣向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生到我的父,往你们的父那里去 生到我的天主,往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利亚玛特勒纳就去高兽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上主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青年你们好 我是陈永超神父 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福音里面 记载着耶稣复活 显现给玛利亚玛特勒纳的事迹 玛利亚玛特勒纳究竟是谁呢? 按照圣经的记载 她就是玛尔大和拉习禄的妹妹 在她的生命当中 和耶稣有很多独特的经验 比如说她以眼泪和自己的头发 为耶稣抹脚 她在耶稣到访自己家里的时候 能够像一个小孩坐在耶稣的脚前 听耶稣讲话教导 她也都以珍贵的纳尔多香液 为耶稣抹脚作为一种款待 她更加是其中一个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的妇女玛利亚 相信我们信徒当中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有她这一份 和耶稣这么独特的经验 不过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她的生命当中 也都有她自己受苦的时刻 按照圣经的记载 耶稣曾经在她身上驱逐过七个魔鬼 同时早期的教会教父 也都解说在福音当中 记载耶稣宽恕的那个罪负 就是她 所以其实为她 自己也都经历了一些受苦的时刻 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 她经验到耶稣基督所带给她的 那份宽恕和天主的爱 就是由于这份爱 她得到特殊的祝福和恩宠 使得她能够成为 耶稣復活的第一个见证人 教会也都以一个很特特的称号 去称呼她 她就是中途的中途 因为她首先将复活的经验 和耶稣相遇的这个事件 告诉其他的中途听 各位弟兄姐妹 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份爱吗 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愿意去爱耶稣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我们都同样 好像玛利亚、玛特纳纳一样 蒙受天主的爱和宽恕 这份救恩其实也是为我们每一个 不过我们实在是否愿意去回报 天主的爱呢 或者是其他中途的经验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大抵都不会认得这个 很多和耶稣的生活片段 也都这么爱耶稣 不过他都不认得耶稣 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跟中途的见证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去相信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相信不只是信耶稣 而是相信我们会和复活的主相遇 当你接受了这个信念的时候 你就会容易一些觉察 復活的主在你的生活当中 出现的可能性 跟身边的人接触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有这个意念 记起对方很可能就是復活的主 先相信 然后我们就能够经验到 我们就能够看到 我们就能够听到 愿我们都能够 好像玛利亚玛特勒纳一样 当耶稣叫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认出他 好